在南非的話,他們有四個種類型的,像是白人、黑人、印第安人,還有其他不是黑人或是白人 那他們三位,就是剛考試這位是印第安人,那這位是黑人,那這個是另外一種的,不是黑人或是白人的 所以他們的種族各樣的多元語言,也是不只有英文,也有他們自己的語言,也是很多種族的語言 所以這會顯示你所有的各種種類型的人,在我們的國家,有其他人、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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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 所以在現在這個時候的南非也是有,也是有開始,中文,也是有移民的台灣人 所以他們也是會講中文的,也是有在學習中文的,這邊也會學中文,在南非也是有人在學中文的 謝謝